哈囉,大家好,我是S 又到了星期六啦 這時候大家過得好嗎? 這次和大家分享 大創生活美妝購物的使用心得 牙膏越來越扁 放著站著也站不直 東倒西歪的 又很難擠 它創的擠牙膏器 藉由擠壓旋轉的方式 讓牙膏物盡其用 使用的方式非常簡單 拔開圓蓋 將中間軸轉至溝槽面 和外面溝槽一致 然後再把你的牙膏尾插進去 接著開始旋轉它 吸盤設計不佔空間又方便拿取 洗面乳、管狀的粉底液 或BB霜、C霜都可以用喔 大創的壓縮毛巾 這個可是有得過2019年日本優秀設計獎的喔 一包裡面有20枚 獨立包裝 衛生又方便攜帶 泡水膨脹就可以使用囉 觸感挺柔軟的 那如果你使用完之後呢 可以再度使用 你使用於你的桌面清潔啊 或家具環境清潔都是可以的喔 如果你有旅遊啊 或出彩的機會的話 可能需要租到旅館的話 你就可以帶上這個 基於一個防疫的需求 你可以自己帶毛巾 或是帶這種壓縮毛巾 衛生又安全 這款就是防止耳洞癒合 那它是防過敏的 耳針 老實說我買了有點後悔 因為它的耳針有點粗 而我的耳洞比較小一點 我突然瞭解了家屏的感受 看到它第一眼 就覺得它好像Muji的東西喔 但其實它還是個小廢品 把你的原本的棉花棒 轉到這個棉花棒收納盒 重點是它的蓋子部分 它沒有卡榫 所以它也扣不起來 如果一個失手 你的整盒棉花棒就會衝出來了 這個是要買給我室友用的 因為它打呼實在太嚴重了 它這個原理就是 減少你少用口腔呼吸 這個東西的成效我覺得因人而異了 除非你能把手給綁起來 手不去碰你的嘴巴 不然這個的話可能是有效的 可能啊 這一大包有18個 感覺有賺到 但是好用嗎 這個曬衣夾拿來掛襪子的話我覺得是最方便的 你就把它掛在你的衣架上面 然後去夾你的襪子 但它有一個缺點 你只要動一下的話它有可能單邊掉落 戶外曬衣或者是遇到強風的話 感覺不太可靠 其實我是要買另外一款眉筆的 是我買錯了 這包裝要命的緊啊怎麼回事 一把菜刀的概念 這是刷頭 另外一邊是眉筆 來測試一下吧 欸欸這哪招啊 其實還蠻難用的 哈哈哈哈 大家記得看到最後 最後會有測試在臉上的部分 這個眉型卡有附了三款 不同的眉型版 可以依個人的需求去做選擇去描繪 對 一樣適用的部分 在後面有記得看到最後喔 這款長得像指甲有的 是眉毛的定型液 也可以稱作它是眉毛的羽衣 在畫完眉毛之後呢 將定型液塗抹在眉毛的區塊 那可以讓你的眉妝持久 好看喔 我的右邊的眉毛已經畫好了 現在畫的是左邊 那用的是大創的眉筆 老實說它有點硬 不是太好畫 我覺得目前用的眉型版 比較適合我的眉型 另外一邊呢 右邊這邊呢 感覺我都把眉筆畫在我的肉上面 是一個人體彩繪的概念嗎 接著塗上眉毛羽衣 它有點小味道 但不至於難聞啦 完成 自帶音效 如果要給個分數的話 那我給6分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下次再見 拜拜